那今天要宣佈 我們有三例的境外移入的 個案 跟一例的本土個案 那三例的那個境外移入個案都是從菲律賓入境 那768 769 770 那本土個案我們是列在771 那768是菲律賓級40多歲的男性移工 12月7日來臺工作 那他有在做集中檢疫 也有登機前三日的核酸檢驗 陰性的報告 那到現在也沒有症狀 那12月20日進行檢疫期滿的採檢 那於今日確診 那個案沒有症狀 檢疫期間也未與他人接觸 所以沒有匡列接觸者 案769為菲律賓級30多歲的女性移工 12月7號來臺工作 那也持有三日的核酸檢驗陰性的報告 入境後製集中檢疫所檢疫 也是沒有症狀 那檢疫期滿 採檢 那今日確診 個案沒有症狀 所以檢疫期間也未與他人接觸 所以沒有匡列接觸者 好 那案770為馬少爾籍30多歲的男性 餘工 十一月八日來臺工作 持有登機前三日內的核酸檢驗陰性 報告 入境次 集中檢疫所檢疫 那也是沒有症狀 那十一月二十一日 檢疫期滿 採檢是陰性 十一月二十三日 檢疫期滿後 由仲介 安排登船 位在下船 因為源於定於十二月二十一日出海 那十二月二十日由仲介安排自費採檢 那今日確診 那衛生單位已掌握個案接觸者共有四十九人 其中四十八人為同船的接觸者 PCR的檢驗皆為陰性 那列為居家隔離 那一人為同車的接觸者 那列為自主健康管理 那總共這個三案 他們的基本上的CT值都相當的低 分別大概三十四 或三十七 好 那案七七一 案七七 基本上他是案七六五的接觸者 案七六五的接觸者 那七六五案就傳給了 原來知道已經傳給七六零 跟七六六吧 七六六 那這裡面這位七七一也是被原來七六五 他是一個接觸者 他是跟他接觸 那今年十二月二十日公佈的案子七六五案 的友人 她是三十多歲的女性 那由於案七六五 在意料時表示無法回想確確的活動史 且並未提及曾與個案七七一接觸 十二月二十一日經警政單位調查七六五的活動 軌跡 發現七六五曾於十二月七號到十二日之間 與七七一密切的往來 故把他列作接觸者 那同日衛生單位安排採檢 那今日確診 那為釐清七六五外籍醫師與十二月八日到十二日之間的活動史 與接觸者 經衛生警政單位密切調查個案活動的軌跡 發現 個案於上述期間 曾有多處公共場所的活動史 所以要提醒 於這我們等一下在上面所寫的地方出入的 相關場所的民眾 那請自主健康管理 那從那個時候到中間 到這個 十二月二十五日前 如果出現相關的症狀 應戴上口罩 前往全國指定的社區採檢院所 經醫師評估採檢 那我們再來講 現在他的活動史 七六五案的在國內活動史 在十二月八號 早上的十一點半到中午十二點半 在新光三月臺北的天母店 十二月十號 他的十八點半到十七點半 就六點半到七點 晚上六點半到七點半 在遠東收購 臺北天母店 十二月十一號 十一點到十二點 他是在好事多難砍電 所以大家就說 在這樣的期限 有這段時間內 可能有到那個地方的 民眾請加強注意 進行自主健康管理 那如果在這一段時間 一直到十二月二十五號 有出現任何發燒呼吸道症狀 嗅覺異常 等我們常常講的相關的症狀 或自己沒有 辦法分清楚 那你請打一九二二 然後到指定的社區採檢院所 有醫師評估採檢 你有相關疑問 還是可以打一九二二來詢問 就在呼籲就這三個時間點 曾經出入這三個地方的 那請自己加強自主 加強我們做好我們的自主 健康管理 那有任何的疑問的話 就請打一九二二 那針對七六五在疫調時 沒有誠實告知 接觸史及活動史 那已經違反傳染病防治法 依傳染病防治法 第四十三條的規定 傳染病或疑似傳染病人 不得拒絕規避或妨害相關的檢驗調查 及處置 如有拒絕規避或妨害之情勢 衛生單位可依同法第六十七條 一項第三款的規定 儲新臺幣6萬至 三十萬元 這我們請地方衛生單位 會予以開罰 那目前我們掌握七七一的接觸者 共一百六十七 人 其中十三人列為居家隔離的 對象 一百五十四人列為自主健康管理 那全部會安排採 採檢 那目前正在採檢中 那我們也針對案的七七七一的工作 單位等公共區域進行消毒 那針對航空機裡面的一個群體 根據已經採檢了八十七人 其中三人確診 就我們剛才講 七六零 七六五 七七六 七六六 七六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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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十八人都檢驗是陰性 那還有六人在檢驗中 十人待採檢 大概個案在源頭上 都是由 這個七六五所引起 大概七六零案 他傳給七六零 零七六零 也在我們臺灣就傳給 這七七一 所以七七一是列為我們本土的案例 那另外 針對英國 進來 爆發這個 似乎這個傳染力 相對的比較強 那WHO也講說 但是他沒有把他列入緊急事件 那不過他是說他的傳染力是比較強 那 這是被確認的 但是他的一個 就是他的一個 毒性 恐怕沒有說特別的高 所以相關 當然這還需要有一段時間的觀察 不過因應他這樣的一個傳染力 比較高的一個情況下 我想 我們這邊也必須要做一些因應 那避免相關的這進來 所以我們從 這是二十三日的零時起 就今天的半夜了 自英國入境 即過去十四日有英國旅遊 使者 回到臺灣都要到集中檢疫所 進行居家檢疫 那另外呢 我們會把 就是在倫敦對飛的這樣的飛機 我們要減半 本來是長榮跟華航各有一班 那我們就兩個公司 都是先減一架 那這個禮拜先停長榮 所以長榮今天禮拜三要飛的飛機 這個是我們把 已經把他請他停飛 那至於華航禮拜五飛的 那一班機回來的時候 大概禮拜天回來 那所有的人都要進到 集中檢疫所檢疫 那在檢疫期滿 也必須要 做完我們的那個PCR的檢驗 那才可以就是說 離開我們的集中檢疫所 另外要特別呼籲 在航空器上 先把口罩戴好戴滿 千萬不要再忽略了 在這段時間可能有 這樣新的變種的疫情 那造成傳播會比較快速 那把它帶好 那我們隨時 在我們指揮中心會實時監控這個疫情的 變化 那適時的檢討我們相關的一些措施 好 那我們今天就跟大家報告到這裡 那有問題可以提出來 想請教一下指揮中心 就是 案七 今天新增的案七七一本土病例算不算不明感染源 那這樣會不會影響到就是跨年活動的舉辦 不會 他不算是 他算是本土 本土案例 但是他感染源很清楚 他跟案七六五算是比較親密的接觸者 部長好 我想請問一下就是七六五之前外出時間是屬於自主健康管理的 時間外出嗎 就是他的這個接觸 就是會 感染出去的原因 因為他在自主健康管理之前外出嗎 那我們未來 其實之前已經有先例 就是機組員的這個防疫部分 這已經不是第一次 就是有這樣的漏洞 那我們接下來 會不會來檢討 就有關機組員的防疫 之前有說要加研 那請問現在的進度怎麼樣 謝謝 對於機組員的管理 基本上是要加研 從幾個案例來看 這些相關的自主管理 並沒有被落實 那我們以前有這樣的一個規定是方便這個 能夠讓這個 飛航整個的人員不至於一下就停頓 讓這飛航能夠來進行 那不過發生的這些相關的情形 我們現在也在檢討 那明天中午我跟大家報告 明天早上我們再會跟 相關的單位再召開一次會議 方向是朝著比較 一定是朝著比較嚴的方向來走 部長你好 這邊民視請教一下 案771的話 這邊是有說有有有列出他的那個接觸者 那有沒有要公布說 他這段期間跟765接觸完後 一直到他自己去這段期間 可能出入公共場所的足跡嗎 765的足跡相對的單純 那在 771 不好意思 771的足跡 主要的公共的足跡我們比較沒有辦法掌握 因為另外一部分可以掌握 大概就剛才講說 我們就匡列了多少人 我們 167人 這相關的疫調來進行 那另外 其實這幾個場所 他們這兩位都是同時出現的 所以這公共的足跡就這幾個地方要特別注意 然後其他的足跡在我們的掌握之中 剛剛有說 不會公布 771的足跡嗎 那我們 沒有 我說771的足跡就是在有那個公共無法掌握的 就是剛才講的這三個地方 他跟765一起 那我們有確認到他們兩個在這三個地方的時候 有戴口罩或是 相關的防疫措施 因為現在是那個秋冬專案嘛 那這 這兩個人一個 一個是疑似確診 一個當時一個是確診 一個是疑似 那他們有戴口罩或是相關的 那這個這三個場館有沒有 規勸他們如果他們沒有戴口罩等等之類的 對 在這裡面的時候有沒有戴口罩 這裡面大概就這樣子 所以我們之所以就是說剛才講說 這個765我們大概至少 先要除販6萬到30萬 的罰款 只要他對於這個相關的疫調都 不是那麼的配合 這些場所主要我們都是 有警政衛生單位 就相關的足跡的調查 那所 那至於說有沒有戴口罩 這我們應該在這段時間 還是會再跟他們詳細的 也許要再調露 銀帶等等的來看 因為他很多事情他都說他記不起來 所以這裡面我們才趕快透過警政 像他跟這個 771的密切接觸者 他也沒有講 那這個時候我們後來我們查了以後才對 對出來的 副長 想請教 那現在有本土案例 那在秋冬 專案部分會有緊縮嗎 在目前我也不會因為這個案例 我們也講過是一個 不明感染源的 本土這案例 目前沒有 不過 我認為還是要更加的注意 那今天傍晚 我們會跟各地方政府 再來開會 對於 相關的跨年或是新村的這些活動 我們也希望他們能夠縮小規模 能夠注意我們相關的一個防疫的措施 不過今天 那個是等於是今天傍晚 我們在指揮中心 的會議 在跟那個 各地方政府開過會 那明天我們一併的公告 跟大家做報告 抱歉 請問一下就是說 今天廣達有發新聞稿 說他們有一名員工確診 那不知道是不是 今天的本土個案就是廣達的個案 然後還有就是說 他們的接觸的相關的往來 大概是在什麼場合 然後有跟這個 指標個案有接觸 對 主要都是這個辦公處處所 主要都是辦公的處所在 部長 那個案771的 好像同一個公司的 那個員工 他們有表示說 這一個案771 他其實有穿梭不同的樓層 然後也會待在 茶水間 超過半個小時 那可能是有一群人 那可是好像在採檢的部分 只有採檢同樓層的 那目前的話 這個匡列的接觸者會不會有 還有再擴大的可能 你要不要再報告一下 有關這個 他們的樓層 如果說 謝謝提供這個 這樣的一個資訊 我們會再 請我們的這個地方溫局再詢問 是不是真的有 這樣的狀況 那有關 再做評估 謝謝 因為相關的這個疫調 我們正在進行 那對 最明顯的 這個先把它匡列起來 免得繼續在那個 好 這邊開始來 請 不好意思 想請教說 這一位案765 他之前在執勤 的時候沒有戴口罩嗎 那這部分會另外再對他 開罰嗎 那還有就是英國航班現在有比較嚴格 控管 之後會不會有禁止的可能性 什麼聲音 我們不排除 剛才講過就是說 我們現在第一個階段 先用這樣的方式 那然後咱們觀察一下 各地的一些相關的報告 部長 不好意思 想要請教一下 就是這個765跟771 他們出入這三個公共場合 那他們這中間 他們的交通工具是什麼 開車吧 自行開車 就是有765還有開車 部長 不好意思 剛剛問的那個就是他執行過程當中 765沒有戴口罩的部分 他還會另外開罰嗎 還是不會 我們再查 那這部分我們大概 可能就是在開罰上面有一點點困難 因為這一個也是罰多少 3000到1萬1萬5 那我們要罰這個6萬到30萬的話 那最主要我們這裡面規定都寫 已經勸導後 那沒有 那因為他是機長 因為他是機長 所以就沒有人勸他了 這樣 現在目前問起來了 就是說他們同班的機師760 766 我們問他說他全程 就說他一直在咳 那咳的時候 他就覺得這因為是空氣很乾 所以他就在 再咳 那 那應該剛剛那時候講 這樣應該把口罩戴 戴起來了 不過似乎好像在調查裡面並沒有 所以 因為沒有勸導 所以我們不罰 所以 但是我們還採用比較嚴格的 6 7條去罰他6萬到30萬 部長 請問一下 我說過去14天要有英國旅遊 使者 就是之後要到集中檢疫嘛 那從今天晚上 對不起 明天臨時開始 那我們怎麼確認 就是說 確認他說14天內有英國旅遊使 從護照可以看得 出來嗎 還是怎麼樣 我們就有幾個方式 第一個就是我們他從那個 國外的機場登機的時候 他就要登打我們的這個 居家檢疫的 就是那個申報書 那上面會 會 第一個會詢問他是不是有 過去14天有英國旅遊使 那再來就是我們會請移民署的這個 同人 他們在入關的時候可以抽檢 那這個可以看 他的護照上面是不是有去英國的一個14天的 旅遊使 謝謝 部長快要過年了 有很多民眾會回來臺灣 返鄉過年 我們的防疫旅館夠不夠 還有第二個問題是 行政院長蘇貞昌有說 跨年的時候 大家盡量待在家裡看電視 看電視的角度也比較好 那指揮中心會不會對外 做這樣的宣導 有像這個 我們當然也講就是說 在秋冬裡面 我們也 希望說這個規模跟擁擠的程度 都能夠減低 減少來 那今天我們就下午要跟地方 政府就是要討論這些相關的事情 我們防疫旅館大概1萬6吧 那現在大概也住了 大概1萬2 大概1萬2左右 那還有我們的集中檢疫所 那今天檢疫所 我們基本上是準備了3千出頭間 那不過有一些也在 陸陸續有時候是要停下來 所以可用的大概都 大概2千2 2千4 這樣的一個數目 那不過他們就是 後來大概跟檢疫旅館比較無關 就是14天旅遊使的從英國 英國旅遊使都一定要進駐我們的 集中檢疫所 那因為這段時間 集中檢疫所 慢慢在空 因為我們印尼這邊停了 印尼的移工 本來就要接到集中檢疫所 然後那部分停了 那空下來 剛好可以容納 現在從那個英國旅遊使回來的到集中檢疫所 請問一下部長 那個英國到集中檢疫所 那他們是自費嗎 還是我們公費支出 那一樣到集中檢疫所 那集中檢疫所就要收一定的費用 那另外當然他有那個防疫的補助 的補貼的費用 好 您看到呢 在今天新增的一粒本土個案771 好 來看到他是遭到他的感染源 就是案765 那因此今天呢 指揮中心也提供了765 他的國內活動軌跡 請大家留意 好 來看到是在12月8號 他來到新光3月的台北貼母店 而至於在12月10號呢 是在遠東搜購的台北貼母店 好 前面呢 都是在貼母地區 另外在12月11號 還有來到好市多的南坎店 所以在這幾個時間點 如果您也在這幾個地方來活動的話 請您要注意 要開始來自主健康管理 有任何的異常狀況 也要來到醫院來進行評估裁檢 相關的訊息也請您撥打192 但是在今天 有新增了一粒是771的本土個案